Yo! What's up! Yankee! 今次拍這個90后的回憶 因為近來我經常看以前中學、小學 都是玩什麼、吃什麼、跟朋友說的是什麼 就在想很多以前讀書的時候 一些很開心的回憶 如果你是90後的話 你看我所說以下的所有東西 沒有理由你是不知道的 走不掉的歌手代表一定是 Twinz、Cookies、Boys、陳奕迅、周杰倫 這些歌手是日聽夜聽 而且到現在這一刻 只要播他們的任何一首歌 是想都不用想就可以背了他們的歌詞 Twinz的歌不是歌 Twinz的歌是回憶 還有容祖宜差點講漏了 他們的歌是陪我渡過了小學、中學 以前還沒有那麼普及YouTube的一件事 你想聽那首歌你真的要下載下來聽 就是Window Media Player播歌 再不是你們應該有人用過的 就是用千千靜聽 千千靜聽還可以選擇自己喜歡什麼顏色 什麼主題的東西 以前是用Foxy的 但是有一個最大的問題 Foxy是經常會有一些十八禁的東西在 就是我明明下載了一首歌 也不知道為什麼可以變成了淫叫的一些零星 我試過有一次想看一部鬼片叫鬼船號 一播一開始片頭是船 拍一部船 然後還有一些男人在船上 然後再看下去是有兩個男人 在船上磨鐵還是不知道什麼 原來是一套Gay V 還是很Hardcore的 Foxy Foxy還沒那麼進步的時候 我們聊天每次都是在電腦上網 下載MSN Messenger Yahoo Messenger 或者再用古屬一些ICQ來聊天 就未去到現在 Facebook Messenger 或者我們WhatsApp 以前沒有這些 Snapchat那些 沒有了 拜拜 以前聊天 是真的放學回家 然後立刻做些功課 就上網玩電腦 在MSN跟人家玩 那麼呢 MSN Messenger最好玩的就是 可以震動人 你記不記得 可以不停地 不停地 不停地 可以鬥震 除了鬥震之外 玩他的遊戲 MSN最好玩的遊戲有什麼 我自己最喜歡玩就是踩地雷 不知道為什麼可以玩整天的 玩整天的 那還有啦 如果你玩MSN 你知道啦 你可以用那些閃字 就是 我不知道你怎麼說 總之 整好那些閃字 用來應人 然後又可以 那些死人 那些死人 MSN名字 又用橫橫斜好 我迷失在者 戀愛中 不知道什麼 然後那些斜 感嘆號問號 好MK 還有MSN的狀態也是非常重要 還有一件事 雖然你網紅 但是可以顯示為 gosto 然後看看那些人網紅 啊 充滿著回憶 如果你那OLT'd ranking 是有ICQ 我現在都很記得有ICQ no 最OLT fast 還有我想 Children 還有一件事 ��原諜 你記不記得以前上網 是麻煩一點的 以前是要用電話線上網 怎麼了是電話線上網呢 如果零如果零後 或者 甚至乎現在最年輕一點 那小隻不知道的話 要就是自己家裡的電話線上網 如果你打電話你就上不了網 如果你要上網的話 你是不可以聊電話的 所以以前經常跟家人說 阿婆我想上網上電腦 可不可以不要在家電話聊天啊 經常都要爭 因為一見到沒有人用電話 立刻上網 上上下如果有人打電話 還是不知什麼 又會不知怎樣撞了 我記得很麻煩 然後還記不記得上網那個 辦不了 如果你知道我說什麼就知道 就這樣說 好